环环相扣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自己的秘密 也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在第三集每个人背后的故事开始浮现 就在华盛顿公园在1点11分进行了一场扶去魔咒的行动之后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没有救到小拖的卷毛父亲 回到家一直自责的表情 已经让妻子产生了怀疑 所以妻子在夜里偷偷地拿起手机 想要通过唤醒Siri来呼叫那个小拖说的雪莉这个名字 但是手机需要秘密 虽然没有呼叫成功 但是这个疑惑已经深深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已经组合调查专案组来到卷毛父母家 询问的过程 米姐发现卷毛的父亲对被抓的小拖支支吾吾 而卷毛母亲又好像隐瞒更大的真相 为了能调查出这对夫妻到底隐藏的什么秘密 米姐的三人调查小拖 开始了行动 他们首先找到小拖的妈妈雪莉 而这个母亲也是一大堆的秘密 她总是说不到众口 只是说自己的儿子是有心理综合者 妄想能像父亲那样照顾自己 但是她却并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就是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透露到底她的父亲到底是谁 卷毛的父亲还是过不了心理的她 为了能知道那个小拖到底是生是死 她还是找到了雪莉 二十年前他们就认识了 看来小拖真的是她的 当得知小拖确实没有消息的时候 父亲这才意识到 看来是真的死了 而卷毛的母亲也没有闲着 她首先找到了米姐的上司 原来二十年前这个上司还是一名小警员 帮助他们处理过一件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到卷毛母亲的伯父 那个时候伯父还是一名警长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人打中了一枪 但是他那些不能见光的事 却被内部的人给压了下来 说明这个伯父在上面是有人的 母亲找到伯父想要问问这次的绑架案 是否会牵连到二十年前的事 但是伯父很显然并不想提起那段黑暗的偶事 也不想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 卷毛的母亲只能离开 但是毕竟还是一家人 所以这个事肯定还是会被牵扯的 毕竟我们的迷解可不是白给的 这边保罗和杰克带着两个尸体来到郊外 准备埋了 杰克非常紧张 他需要装的很像 自己搬运的是一具尸体 而不是一个模特 然后在保罗想要伸手帮助的时候 吓坏了杰克 立马拦住 而此时的哈姐的哲却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姑姑非要在1点11分行动 这个疑问也导致后来 他对姑姑的不信任 而就在此时 哲忽然发现那个尸体有点奇怪的姿势 想要下去查看的时候 被杰克立马拦走 因为他们老家有个传说 摸死人的尸体会带来霉运 但是也正是这个举动也导致后来 杰克悲惨的结局 杰克来到姐姐住的汽车旅店 小偷确实在里面 他的一只耳朵已经被割掉一块了 现在一个大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 这个男孩竟然无家可去 也就是说 他很愿意住在这里 而姐姐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属于我们在绑架这个孩子 但是杰克却担心这个孩子如果乱跑 会被哈姐的人看见 自己就要完蛋了 看来他们现在也是进退两难了 两人害怕的都不敢再出去 然而这边寻找两人的行动也开始了 找不到人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在哈姐家里 哈姐交给哲儿一个任务 因为自己的中医师已经两天没来 电话也联系不上 他需要哲儿将这个人找出来 而且姑姑也知道中医师是哲儿的女友 就在他们找中医师的时候 又发现中医师的弟弟也能见了 他们坐到一起 开始把所有的线索都连接一点 把那个名片的事也怀疑是杰克所做的 而且通过哲儿去谷歌搜索 卷毛绑架和消失的新闻的时候 网上一则消息都没有 这才让他想起来 他们昨天夜里杀的那个人可能就不是真的 所以杰克才那么紧张拦阻人去碰尸体 看来杰克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结局 给你说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 我就是了 你 感谢观看